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俄关系又在转区紧张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8号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 表示俄方愿意跟美方改善关系 就一系列双边问题保持联系 同时就重要的国际议题进行合作 而美国参议与美洲关系 在日前大笔数通过对俄罗斯 伊朗与朝鲜实施新的制裁 依然将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或否决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您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特朗普政府今天表示 因参与人数太少成本太高 将关闭奥巴马时代鼓励中低收入家庭 为退休储蓄的项目MyRA 目前大约3万美国人总共为名为MyRA的项目 存入3400万美元 财政部表示该项目在2014年 为没有雇主提供的401K等退休计划者而设立 大约2万个账户中位数存款为500美元 另外1万个账户里面没有存款 同时维护该项目的开支超过7000万美元 包括私服器和推销费用 预计今后每年还要开支1000万美元 财政部今天上午已经发电邮 通知该项目的参与者 他们将收到将储蓄转到ROS IRA账户的通知 ROS IRA和传统的退休账户有所不同 是以税后收入存入 但提取时免税 国会众议院以235票对192票 通过了2018财年美国国防安全支出法案 这项法案支出金额合计达7880亿美元 其中计划用于美墨边境建墙的年度财政拨款为16亿美元 修建美墨边境墙是总统特朗普 在竞选期间对选民所做的承诺 上任之后 特朗普于2017年1月25号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数月内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开始筑墙 以加强美国的边境安全控制非法移民 有媒体指出 这项新增的国防安全开支 已经违反美国预算法中严格限制开支的内容 另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消息 美墨边境墙既要求墙面无法攀爬 同时地下6英尺内也要防止挖通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和他的华裔妻子 决定捐献1000万美元给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帮助学校建立一个包含1500万病人资料的数据库 这笔投资强调了人工智能在健康数据领域的应用 他的目标是监测疾病的发展 帮助医生为病人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 全款将捐往该校的计算机健康科学研究所 除了根据病人的记录模拟数据 这笔经费也会用于在接下来5年雇佣研究所的员工 因为数据不足以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人工智能症快速应用于健康检查和药物研究领域 但在基因序列和药物模拟技术方面的提升 改变了这种状况 每个人的基因序列可以产生11个数据点 将这些数据收录至设备中 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数据库 农业部近日对2018年食品售价通货膨胀 首次发表的预测中指出 因支付农民的费用升高加上进口的减少 可能在明年使超市和餐馆的烘焙食品 与股价格上涨4% 各种食物的涨价幅度 则根据使用的小麦种类而有所不同 其中预计披萨和杯狗面包将有较大幅度的涨价 农业部表示 由于美国北部平原干旱打击春季小麦品种 使得芝加哥的基准小麦期货 从4月25号到7月5号飙涨超过30% 干旱将持续影响蒙大拿州东部 北达克塔州西部和南达克塔州西部 直到10月为止 该地区是春季小麦的主要生长区 这种小麦含大量的蛋白质 十分适用于杯狗面包和披萨饼 加拿大方面 根据移民专家的最新报告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个人效应 已经到了影响人们移民的地步 报告称杜鲁多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还将加拿大描述为 获得公民权利的国家之一 调查公司发现 加拿大现在是继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和西班牙之后的 第五个最受欢迎的移民地 而杜鲁多对叙利亚移民的欢迎 以及性别平等的做法 对加拿大的海外业务 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被人们称为杜鲁多效应 每当杜鲁多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一些消息 或参加一些媒体的活动时 都会引来大量人们关于移民到加拿大的问题 去年一年 加拿大的移民率增加了1% 英国人对移民加拿大的搜索率 则增加了308% 除此之外 杜鲁多效应还引发了世界各地的迁徙之年 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时候 寻求加拿大的更自由的政治立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